北京时间9月30日,据美媒体报道,歧视对老板丹吉尔伯特在接受采访时透露,自从勒布朗·詹姆斯在推特上骂美国总统川普是笨蛋之后,吉尔伯特的语音警箱里收到了许多针对詹姆斯的辱骂,甚至是一些最难听的带有种族歧视的话。 有些话是我听过的最恶心的,吉尔伯特说道,你可以从他们的声音里听到,这甚至和那个事件本身无关,这是让我感到震惊的。 我甚至不知道还有这样一些种族主义存在于这个国家。 上周末,川普在推特上撤销邀请勇士队访问白宫并且点名斯蒂芬·库里。 随后,詹姆斯在推特上大骂川普是笨蛋。 詹姆斯的这条推特引起了大量的转发和评论,虽然有许多人为詹姆斯点赞,但是也让他引来了许多仇恨,比如川普的支持者。 对于这件事情,但吉尔伯特没有选择站边,他仅仅只是表达了震惊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今年6月,芝加哥小熊队去白宫见了川普,当时吉尔伯特也在场。 罗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观看